206解题说明 首先我们打开206放游台北的练习档 好,按确定 在PP02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点两下 打开以后看到有10个数字的图档 以及一个background 这个等一下的投影片背景档 还有插图 好,我们首先点选PP02 这个powerpoint的档案 好,进来以后 我们接着看第一小题 要使用刚刚的background那张图片 设定为全部投影片的背景 好,我们接着呢 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键 选择背景格式 好,点选图片以材质填满 接着选择档案 好,到我的电脑 锡里面 ns.csf 好,再点选进来 选取background这张图片 好,插入 好,透明效果 依据题目要求50% 好,记得按全部套用 接着关门 接着关闭 好,第二小题 设定投影片1的标题格式 好,我们点选投影片1 点选标题 标题框 好,A 标题文字 点选格式 文字艺术师 好,在右下角的 漸层填满 紫色 辐射式 反射 点选 大小 在常用里面 字形大小 88 B 文字效果 好,点选格式 文字效果 好,一记题目 光阴 点选 橙色 强调色6 5PT 光阴 接着第三小题 设定投影片1的 副标题格式 好,我们点选 副标题 副标题文字框 好,A 套用 格式里面 文字艺术师 好,点选 填满 红色 辐色2 雾面质感 浮凸的 文字艺术师效果 大小 好,在常用里面 字形大小 44 字体 好,往下拉 标凯体 好,B 文字效果 我们点选 格式 文字效果 转换 好,往下拉 左下角的 右斜 点选 好,接着第四小题呢 我们要设定投影片2的 项目文字格式 好,我们点选 投影片2 好,在项目文字里面 任意点选 接着按右键 好,找到 转换成 SmartArt 好,图形不在这里 所以我们点选 其他 SmartArt图形 好,请大家点选 关联图 在第二列的 第一个 六边形图组 好,点选 按 确定 好,接着 SmartArt样式 我们点选 其他 选取 右方 第一个 鲜明效果 点选 好,接着 变更色彩 色彩 选择 彩色里面的 第一个 彩色 辐射 好,点选 好,接着 在图红框 按右键 选取 物件格式 设定替代文字 在描述的地方 请输入 依题目要求 输入小写的 TAI PEI 好,关闭 好,接着 试试V 请同学参考 题目守护的 完成档 将 这边的图片 以 数字的 12345到 10 的图片 所取代 好,接着 我们就点选 第一张 图片 好,点选 1 按两下 这边 3 按两下 好,预计完成以后 一记题目 要将 投影片删 我们点选以后 按右键 将投影片 删除 好,删除以后呢 我们接着看 4支C 设定灰入的动画效果 好,我们回到第二张投影片 好,我们回到第二张投影片 点选 选效果选项 选效果选项 好,接着我们点选 投影片3 在插入的功能标签里面 点选图片 好,依据题目要求 我们选取放这个图档 好,按插入 好,接着在图片上面 按右键 好,选取设定图片格式 设定 在图片里面 选择弹跳 期间 向上点两下 2.5秒 第六小题 要设定投影片3的 页尾文字框 也就是在这里的台北市文化局 这几个字的文字框 我们要加入超连结 好,我们接着呢 点选投影片3的台北市文化局 好,点选文字框 按右键 超连结 好,在此输入 题目要求的 这一段完整的网址 好,我们自己输入 从http 冒号 一直到.tw 好,按确定 好,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PPA02 储存 好,评分 素科评分 确定 好,结束 好,评分